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是歌语出身啊 平油热狗 老油无路云 整齐狗心 正义中尊 整齐狗心 正义中尊 一路一来都是同心摔摔打打 不用替身 有时候你到导演那边 到制作人那边 他知道你戏剧家庭 某某某 他觉得你什么都会 我不是生下来就会翻跟斗的 每次拍戏的时候人家就说 人家小彬彬这么会哭 你凭什么 人家好小子这么会摔 你凭什么 所以变成说我就被夹在中间 我变成我文戏也要 武戏也要 你知道为什么我常常不提我家族 那三个名字吗 我知道 我知道 因为有那三个字是成为我的主力 变成说你从剧团出来 你不是什么都会 但是你什么都要会 就是贴标签啊 对 我当兵回来 又重进演艺圈 例如说我演员也要当 替身也要当 如果是看不到脸的武行 我们也要上去 让电影公司觉得你很好用 请到你好像请到五个人这样子 你知道我脊椎为什么会严重错位 这是头嘛 这是脚嘛 我们原地后空翻是这样嘛 对 但是我们要往前跳却要做 往前后空翻 我在剧团没有学过 要超越人家我必须学 结果我一跳 一个不剩 这是头 这是脚 他整个这样 这样 我的后脚跟就打到我后脑勺 成为一个欧字型 欧字型 2001年拍完八点党流氓教授 那个期间 我突然的整个旧伤爆发 结果就是真的去诊断了 那医生说 你如果现在开始不好好保养 我断定你一定会半身不舒服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陈子强 健康点点名 人生你一定行 我们今天找到我们的特别来宾 就是我们的王宜安小姐 掌声鼓勵 好啦 健康点点名 请礼拜五准时收看 今天呢我们请到大来宾 很厉害 不敢不敢 从11岁摔到现在 47岁还在摔 47岁还在摔 而且他是歌仔戏剧架 第三代 不过我们今天要先来谈谈 听说你得了一个怪病 而且大家说你消失了三年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个怪病其实他是 我太要求完美了 因为小时候在11岁被选上童星的时候 就到台北 几乎都是一个人 这样南下北上拍戏 一个人啊 对啊 父母亲送完三趟之后 就学习惯了 男是男生嘛 对对 你就自己来了 所以变成说很多事情 你必须要自己独立完成 要求完美的个性 那个怪病就是压力 给自己也有压力 我想也是啊 因为新闻媒体报道出来 其实大家有吓到 医生警告你 对 就是你下半生会瘫痪 是 那我想说 是不是因为从小就是 武生嘛 对对对 你好好讲一下 你的那个风光目点 好 那个11岁 某天凌晨2点 我被我爸爸叫醒 我想说要被打了 因为我们早上才去把人家的那个草屋烧掉 陈勤杰对对 为了考番薯烧掉 下午已经被阿公打过一顿了 结果我的爸爸就跟我说 明天台北公司 电影公司要来选童星 你现在就现学几招 我不是生下就会翻跟斗的 我是当现学现慢 是假的 对对 隔天那个一干人等 两台九人座 所有的导演副导演 还有制作人全部到 看一看之后说 好就这样了 我们走了 我想说 哇我有这么红吗 就是这么多人要来选一个童星 大非洲章从台北下来 结果我想太多了 他们是要顺便去看景的 哈哈哈哈 对 想要屏道那么远 对对对对 好经过两个礼拜之后 我们就接到电话了 说确定你要到台北拍电影 我又大头正了 我怎么那么红啊 随便翻一翻 人家就把我 对对 随便翻一翻 对 结果后面我就想多了 我是要演一个 皮肤很黑 跑江湖 不卖艺的小孩子 就这样这么黑 哦 了解 我这样就被选上去了 但是也是童星嘛 对童星 但是那时候在剧团学的东西 完全要打掉重练 要归零 所以我全面才开始学体操 学跆拳道 学翻跟斗 学自由搏击 还有学那个泳春拳 什么都要学 那你蛮强的 没有 学习能力蛮强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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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打的 因为你不学 别人永远都是在你前面 每次拍戏的时候 人家就说 人家小彬彬这么会哭 你凭什么 人家好小子这么会摔 你凭什么 所以变成我就被夹在中间 我变成我文系也要 武系也要 你知道为什么我常常不提我家族 那三个名字 我知道知道 因为有时候你到导演那边 到制作人那边 他知道你这戏剧家庭 他觉得你什么都会 其实我要在这边讲 我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会 但是因为有那三个字 是成为我的主力 变成说你从剧团出来 你不是什么都会 但是你什么都要会 就是贴标筹 对所以我一路一来都是 童心摔摔打打不用替身 直到我当兵回来 又重进演艺圈 正要打拼的时候 也就是当了武行 当了替身 当了演员 不管什么样 我都要去做 所以导致于我20年来的 所有的伤在那时候爆发 好其实我们来回顾一下 11岁的时候被电影公司 想说就是 今天才知道原来只是就是 现学现卖 那那天早上还烧人家的草毛 对然后就是武术同心身份出道 在日本还演过什么 僵屍小子 新淘汰郎 新七龙珠 然后这个都是大红的电影 不敢不敢 还有什么金田一 少年之事件部 而且拍摄期间还去大陆 所以其实你很早很早出道 你在2010年的时候 曾经担任了曾子弹的替身 然后在片中有翻滚的画面 对 就是很荣幸当他的替身 就算是很痛 你也要撑下去 当然当然 因为那时候的流行电视电影 所以变成说我演员也要当 替身也要当 如果是看不到脸的五行 我们也要上去 让电影公司觉得你很好用 请到你好像请到五个人这样子 歌仔戏 电视剧电影 是啊 我就是歌语出身啊 平油热狗 老油无路云 整齐狗心 整意中尊 整齐狗心 整意中尊 这就是我们两个兄弟情的感觉 哦 就是说我会歌仔戏 我是不忘本的 你是从小就听到大 就听到 所以自己就会了 会会会会会 童馨的时候我还说回家帮忙 嗯 你已经拍戏拍那么多了 还要回家帮忙 思乡 因为那时候小孩子 比较喜欢跟爸爸妈妈再见 而且兄弟都在南部 所以我都会回去这样子 演出非常多武生武打戏 而且你曾经说过 这个从小练武啊 就是脊椎就受伤 那时候我2001年拍完 八点党流氓教授那个期间 我突然的整个旧伤 以前旧伤爆发 我那时候都是要爬着去洗手间 甚至要下床都要自己 都不行 攀爬这样子 结果就是真的去诊断了 那医生说 诶 陈先生恭喜你 你比重乐透还大 他说 你如果现在开始不好好保养 我断定你一定会半生不随 那你听到医生这样讲的时候 你有吓到或者是说你 他讲完之后对不对 我晚上还去拍戏 蛤 八点党啊 对我知道 我就想说 因为本土就是昂党戏 那时候又再复出 等于是说演 本土不信是压力非常大 嗯 就是一代新人 就是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那又要派昂党 而且早年的 没有像现在 还比较好一点 是是是 之前我们访问Gino 他40小时没睡 对啊 我那时候最多 就是一个礼拜 就是睡10分钟 就是家常没有我就睡觉 差不多落序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都没有睡饱 那你有那种就是又要打 又要熬夜的吗 有啊 就是因为这样受伤啊 你知道我脊椎为什么会严重错位 嗯 那时候就是 这是头嘛 这是脚嘛 我们原地后空翻是这样嘛 对 但是我们要加一个弹簧床 我们要往前跳 却要做 往前后空翻 这是反作用力 但是我在剧团没有学过 我必须 要超越人家 我必须学 那你在哪边学啊 就在片场啊 片场那时候没有睡觉 就直接学 没有拍到你就学 结果我一跳 一个不剩 这是头 这是脚 他整个这样 啊 这样 真的蛮可怕的耶 啊 我的后脚跟就打到我后脑勺 成为一个欧字形 欧字形 对对对 我有看到这一个就是 在跳台湾船身 你整个成欧字形 就这样戳下去 好难想象哦 对对对 当下就已经有一度 暈眩了吧 一定一定 就暈倒之后 结果那个武叔叔叔说 OK吗 我说OK啊 好那继续拍 就是那个时候要到四五节嘛 对对对 然后等于是压迫到的神经 都没有去处理 所以就慢慢一直累积累积累积 后遗症应该就是 下半身有点 就是会有时候偶尔麻痹吧 长期耶 那你都没有去看医生吗 有陆陆续续去看 但是没有去根治 因为你看完一次之后 你要拍戏 你又断掉 因为复健要很久的时间 对 所以长期的 就一直没有好好停下来 好好复健 所以医生说 如果你在这样陆陆续续 你不会好的 你就准备 下半辈子半生不遂这样 包括穿铁衣嘛 对不对 穿铁衣的状况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你只要动一点点 他就好像 那个针刺到你的神经 你就会抽痛这样子 医生说 你除了穿铁衣 就是护在腰部之外 你不能有瞬间 哈腰 啊就是你睡觉起来 你要先测躺 这样起来 不能这样马上这样起来 都会影响到压迫神经 真的是蛮可怕的 那后来就是慢慢 就是你说的整骨 然后保养 保养 就开始乖乖的 乖乖的 三年没有拍戏 十二年一场怪病 起床的时候 从左手背延伸到颈部 脸部莫名的麻痹 对 发现颜面失调之外呢 脖子是肿胀像猪头 对 从核子共振 与断层扫描都做了 是 连秘书疗法都试过 对对对 但都查不出病因 查不出原因 结果就是去整骨 这整骨其实就是 復健的一种 但他要一直去 对 你知道为什么会生怪病 是因为压力太大 因为你今天 如果你停下来了 代表经济来源没有持续 安党性 你就是每天拍 你要每天有收入 只要你一个月 两个礼拜 没去的话 你就是断吹了 所以等于是说 这个救急复发了 又加上 加上压抑力 你就免疫力失调了 对对对 像以前我 如果要上节目 我如果衣服上 我是不来的 就是说有真的一点东西 我可以帮你换衣服 没有关系 这个生活当中 你就是要求太完美 太吹毛求疵 导致于说我现在 这几个月 我会放慢自己的小步 有时候不要太 太把自己 钻牛角尖 不要把自己逼到一个 悬崖旁边 对对 我想通了嘛 你就算基金来源少一点 但起码你的身体 是健康的嘛 对啊 所以就是来自于 自己不要要求太多太完美 对啊 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整理啦 就是说他的生活作息 也不正常 就是因为他要重返演艺圈 我觉得应该是不只本土剧板 应该有别的 系业的教育 我同时哦 那时候为了让自己曝光力道 我那时候没有经纪人 我嘎了三部戏 而且你还常上通告 我记得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伤都一直累积 好就是他的生活作型不正常嘛 对啊 然后多种疾病就反扑了 他脊椎的四五节错位 腰部麻痹 你严重时上下床要爬的 然后穿铁衣 针灸 你有针灸吗 有一定要的 对对对 因为从小练功 所以大小伤重多 对 颈椎膝盖 其实都有问题 对 拍戏的演员 就是生活作息不正常 尤其是嘎戏的人 对对对对 然后吃的东西可能就是便当 对 不要油腻一点点 医生有告知你 你水肿了 然后你又很担心你在 嗯 镜头面前 对他就说 水肿是身体崩坏前的警讯哦 对 所以你的胃溃疡 肝脂素异常 心脏病全找上你了 好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做一个功课哦 嗯 水肿到底会怎么样呢 水肿呢 其实就有几个健康危机 嗯 有局部的血管栓栓 然后营养不良 嗯 然后包括你的就是吃药的话 是 你可能会水肿 然后会造成肝硬化 对 然后还有肾脏病 对 还有你的心脏 心脏衰竭 对 对 你是心率不整吗 我记得 对我家族有心率不整 对 那时候胃溃疡肝脂素异常 心脏病 肝脂素异常应该是爆肝吧 熬夜熬夜 那胃溃疡是什么来的 就是我们熬夜的时候 没精神 没吃 除了没吃之后还喝咖啡 演员是这样 因为你只要NG 就是大家时间 一直骨牌效应 一直延练 一直延练 你为了想抢睡觉时间 你就尽量在那个时刻 把台词赶快记起来 我知道 那如果你NG一两次 连对方也没睡啊 就会招来白眼 然后就新闻就写出来说 对对不敬夜 精神恍惚 但是我们精神恍惚 是我们熬夜啊观众 就那一杯咖啡 其实是很重要的 你一天喝几杯那时候 我那时候一天 三杯到四杯 没事 只要有空就喝啊 但是其实你的精神不济 你的本体没有顾好 那些都是一个催化剂 疾病就接踵而来了 可是我想问一下 当你被宣判 做什么半生不遂的时候 怎么是我 我就觉得说 我不是正在拼的时候 怎么可能这样子 你正在很多case 都进来的时候 你怎么突然会被宣判说 你会半生不遂 那你就是 等于是爆伤继续演 对对对 其实医生有讲啦 就是说 有建议你要吃洋葱跟牛棒补生 你是不是还做了一些 很好笑的事情 他好像就是有跟 问医生说 那有妆容的效果吗 男生嘛 都会想一下 那个说 欸半生不遂 就等于是 没有功用啊 也对 下半生嘛 对啊 我说医生说 那你除了半生不遂 那我还会有功用吗 他说你先把身体移好 就会有功用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应该这样讲啦 台湾每年喔 腰痛疾病 有50万人 我觉得应该超过 像我们这种可能坐姿不良 然后久坐 或者是电脑 对对对对对 那医生是讲啦 最命苦的腰椎 就在第五节 啊你刚好 第四节 第五节对对对对对 这跟追肩排突出也有关系 是 压迫到腰椎第五节的神经的话 对 会引发臀部 大腿后侧 小腿外侧 脚地的麻木感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对这是我们找资料的 这有啦 对然后 那时候还要跟吃饭一样都有 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腰间结构图 其实就是刚好你看的第四节跟第五节 对对对对对 你是应该就在这边受伤了吧 对对对对对对 我还有软骨突出 哦那你软骨突出很痛欸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怎么没有选择开刀 欸因为开刀那个更久啦 因为我那时候要找一个兼顾 我不能全部断吹嘛 所以你开刀的话你可能又半年又不能 对对对对对可能不只半年了 长达一年都不能工作 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看一下追肩盘的这张图 是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第四节跟第五节 如果是蓝色区块的话就是 会造成的疼痛范围是这边 然后另外一个是红色区块的话 你可以看到压迫神经跟疼痛范围是腿 我这都有 所以等于是你蓝色跟红色都有 都有都有 因为那时候只要沙发 连沙发这样坐下来 那个神经都会痛啊 不要说硬的椅子 那时候真是生不如死了真的 因为不管你坐 你什么角色都不能 你总不能叫编剧找一个 你给我一个半生不遂的病人 这个还不错 那太好了吧 从到尾都是被人家推 对啊 对 那你有跟家人讲吧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为什么压力来自于我自己 是因为我都报喜不报忧 看会不会看新闻啊 就说他们为了比较聪动的话题 哦聪动的话题 其实我都会自己默默的进去保养 去复健科去医院自己挂号 包括经纪员我都不太讲 这几年有时候 酸甜苦辣 尝得很深这样子 你现在这个怪病 就是三年了 后来找出原因应该是 治律神经失调吗 给自己压力太大 给自己压力太大 对因为从去年十月开始 我接拍了 我们要报金钟奖的金钟契 我那样就开始来了 其实文系是最难的 我入行38年了 我希望说有一个 可以让人家肯定的一个作品 那时候在赶拍 导演又临时给你功课 就说你后面不是这么轻松 你还要进入另外一个角色 我台北又有在帮齐杠人生 我又是某某剧团的导演 所以那时候是蜡烛多头在烧 身体也在烧这样子 昨天我妈妈还在打电话说 你到底生了什么病啊 我会查不出原因啊 那可能就是压力大嘛 你的戏 不管是本土剧偶像剧 车祸的也是你啦 来啦 背车撞啊 最柔的剧情 最柔的也有 因为要跳啊 刚才那个一直滚 一直滚那个斜坡 那底下也没有什么海绵电啊 只是说我可以滚到哪里 那刚好有一棵树把我挡住这样 可是你这样一打完 砍咖 一定要马上爬起来 让制作人跟导演认为说 你很耐打 你没事 我找对人了 没有就是稍微休息一下 或什么之类的 这就是安党戏啊 当下要拍啊 要忍着 所以无打一眼里面真的是很 很吃力不讨好的 那你有没有经验是 你真的是很痛 痛到不行了 但是你还继续 有一个是直接送音乐的 因为有一个动作 是男主角要拿一个斧头 他打过来我要接他 但是没有睡觉 一个不剩斧头那个柄啊 就直接从这串 打下去 那当下只是马 结果一拿起来之后 他整个撕裂伤 这里 这里撕裂伤 不能拍了嘛 送医院 因为他是S型的 所以要缝合要把旁边剪掉 我看人家剪掉 所以你看我现在的手 哦 不一样 真的耶 那个长短不一样 这里就缝了十三针 这边 对对对对 像这种东西要 立即处理的就赶快送医院 对对对 包完之后 进棚 其实他现在 就是已经有慢慢的 我现在可以这样面对面跟你聊天 我是真的人 我已经很庆幸 我们还是想看一下你现在 给你一个小小深蹲动作 好 像我们基本功哦 就是这个 这个 匀手 这个 这个 还有个十三翔 他现在还好可以看到 健康的 健康的他 做这所谓的 基本功 基本功的动作 要追那个第四节跟第五节 真的是让你 我觉得你 痛苦很久 真的 那我觉得你的忍功 有点久 我就是因为忍 所以我报喜不报忧啊 其实我们在做这几集 都遇到一个 蛮大的问题 就是 我生病了 可是问题我找不出病因来 后来发现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造成自律神经失调 或者是我自己很爱面子 不愿意让人家觉得我是不OK的 对 还有就是说 当你发生疾病的时候 你可能是当红的时候 对 你可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对 然后你就一直 撑住 撑撑撑 当疾病反扑的时候 是一下子来 对 所以他为什么怪病找不到原因 都没有好 痛到不能自理 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得了这么多的疾病啊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观众朋友讲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生病了 你就真的不要拖 因为像我这样 我拖了二十几年 你到后面还是会更麻烦 整个身体要整个大保养这样子 再来 生病过程当中难免会 会比较失智 就是比较阿扎这样子 心理会造成生理 所以我觉得转念也蛮重要的 你就正视这个问题 不要说觉得你是个很健康的人 你永远不会得病 我们毕竟是人 我们不完美的 我觉得只要有一点点的 你感觉不舒服 你就去 赶快去找治疗方式 对 可是你卡在眼里 说你有经济压力啊 是啊 希望大家不要跟我一样 经济压力这么大 所以我这几年对生命特别有感触 一直冲一直冲 有一天你会达到目的没错啦 但是你也伤了你的身体 对 有时候缓和一下 慢活 所谓慢活不是说叫你不要工作 慢活乐活 对 让自己心情缓一点 有时候你身体会痛的时候 在三更半夜 其实我会跟自己对话 跟我这个身体说 陈子强 这几年你辛苦了 我知道 你一直 反思 在用这个躯壳 但是 你这一台机器 你又没有好好保养它 你这个身体 不管是你心肝脾肺肺 你都要谢谢它 你就是反思自己 也告诉自己 因为那种感觉是好像 日本博士有做过研究嘛 你一杯水跟他说 我爱你 我喜欢你 他的结晶体是很漂亮 正能量 对 对 这是能量的问题 今天健康点点名 点到这个陈子强 真的是 我觉得你就是 希望自己在荧光面前 可以更多的作品 更好的作品 那当然啦 就是我真的觉得 健康最重要 希望你的腰椎 第四节 第五节 要努力持续的 继续的去復健 好不好 保养保养 好 那我们这一集呢 健康点名 我们就先到这边 然后请子强 跟我们 他是代班主持人 对对对对 大家好 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 陈子强 健康点点名 生活你一定行 给我们的王怡安 掌声鼓励 也给子强鼓励鼓励 谢谢 每周五 记得十一点钟 准时收看 对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 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 有身份证的 专利活菌 能产生 GABA 色胺酸等 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 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 这只还添加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鱼衣甘蓝 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太阳星全校克菌尔益生菌 太阳星全校克菌尔益生菌 好 好 好